现在半导体业界传出说联电高层 他们是有意要把COAS交由系统来整合 虽然系统方面他们是否认的 不过的确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的股价已经涨了将近一倍 而且也传出说是由联电的董事长洪佳聪 来亲自挂帅 所以要请教纸娟 他有机会接下来这个系统复制 在过去致援的模式吗 应该可以说这真的是8月的一大标股了 你看之前7月收还在16.6 今天是在创新高盘中最高是来到38.8 最后是收37.8 不过其实也因为他的这一波标的涨势 所以他有被要求要公布 他7月份的一个获利的状况 其实他单月的7月其实是亏损的 虽然这边他上半年是获利的EPS是1.03 算明去年一整年 但单就7月单月来说 他其实是亏损的 好嘞 那大家这一波到底是在对他有什么期待呢 尤其是其实外资有买单 期待就期待在8月8号父亲节那一天 好 那天他们就公布了一个消息是 他们要换董座 那谁来当他的这个新董座呢 就是现任的联电的董事长 刚刚讲了洪家聪 要来兼长这个系统的董座 那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他要由他来亲自出马 而且除了由他来当董事长之外 现在他的总经理也会由联电的协理要来接任 所以外界就会觉得说 他们现在是要把整个这个洪家军给 这个联家军给带进来了 好 那外界其实分析是说 他认为说他这样带领了联家军进来 尤其是他身上有很多战机嘛 对不对 他的战机包含他让联电的股价 回到了40多年来的新高 那其实他还有接涨 2015年还有接涨的是志源 对 还有志源 然后让他成功的华丽转型 也搅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单 所以现在大家对他的期待 就来自于他欲价清真 所以他们认为说 有机会来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就要来看 这到底是哪一号人物 可以让市长对他这么的买单 先说他虽然是联电的董事长 但是他其实不是工程师背景 他是会计系毕业的人 他是财务长出身的人 而且他年轻的故事非常有趣 比如说以他的第一家公司 其实他那时候 他先在志邦上过班 那现在我马上不是也要中秋节了吗 他离职的原因是 他说中秋节奖金的时候 RD研发人员奖金拿1万块 我们会计才拿500块 他说虽然我可以接受 RD要拿比较多钱 但是也不能够差这么多吧 他就因为这样他就离职了 好 再来他接着他就去了台积电 但是我必须得说 他的贵人运还真的还蛮好的 他那时候他就去了台积电 然后当时面试他的一个副总 也姓洪 然后就看到他的名字就跟他说 你知道我们姓洪的人的由来吗 接着花了50分钟跟他讲 我们洪家人是匈奴人来着 好 讲了50分钟就跟他说 好 你现在可以来上班了 他早听就好了 对 好 但是他其实一开始 进去台积电的时候 在他的会计部门的时候 其实也常常跟他的主管吵架 因为比如说他常常跟主管吵架的点 是说我们常常很多的会计分类 他说我们要有自己 会计人的中心思想 你不能一直翻手册翻手册 你都没有中心思想 然后他会刚进去的小矛头 然后直接跟他的长官呛瞎 但是刚刚讲他的这个贵人 他说有一次 这个红铁城在开会的时候 他讲那个概念 就整个会议室的人 没有人听得懂 就只有他一个人举手 然后立刻就说 他说你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嘛 你就是在讲一个现金流的概念 对 好 这是其一 还有一次呢 是这个也是他的贵人 在谈税务规划 然后整个英文文件 他都准备好等等 讲到一半了之后呢 其他人都听不懂 他在讲什么 但是就只有他 红家聪出来就对他说 其实你的这个文件里头 有一个字写不对哦 所以他也 你可以说他真的也非常非常聪明 那也因此 这个他的贵人红铁城 那时候是对他是非常的好 但是刚刚以上这些故事发生的时候 他才二十多岁 好年轻啊 非常年轻 对 就是年轻的他 年轻的他还蛮充的 后来他到了联电去上班 那那个时候呢 也是一样面试的时候 人家会说 你台积电不做 你跑来我这个联电小公司 要干嘛呢 对 他的回答是 他说我不认同台积电 用那个会计准则的制度 他说这个制度 只是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了 对 结果他那时候面试他的人 一听愣住了 他说我二十年前就待过菲利普 但是我说不出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他也被录用了 总而言之 他是一个会计财务长出身的人 那那个时候在他 其实他原本是联电的财务长 他是曹新城清典的接班人 而且他那时候他自己有说 他说他其实一开始 曹新城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其实没有想要接 但是那时候曹新城 那时候他是因为有核见案 案子上升 所以曹新城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接话 我要把公司卖掉 OK 所以后来他自己想了很久 就OK 他就接了 接任了这个联电的董事长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2008左右 一直一直一直就做到了现在 所以当时包含联电 很多知名的像是并购等等 都是有这个财务长的影子 当然他一上任没多久 这是一个转折点吧 直接放弃先进制程 然后对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外界都常常会说 你跟台积电这么多年的余量禁止 拉开差距了 是不是投降了 对 但是他说他自始至终 其实是没有一句辩解 就默默承受 然后以至于那时候其实股价最惨的时候是票面以下 对 票面以下 但是一直到2021年那个时候成熟制成 那时候车用抢不到晶片 疫情期间那个时候也让成熟制成包含联电整个大翻身 然后股价我们刚刚说也一路跑到了40年来的新高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故事的人 所以你看一个人撼动 因为一个接涨动作 撼动这个股价可以成为 可以说是8月的一个大表股 刚直接那我们看到是联电动作洪家聪 现在御驾清真 然后他要去指涨系统 这也让在最近市场对于系统 接下来这个表现是充满高度的期待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在最近AI股回档 那么盘面有些次族群开始轮动 是不是也包括了被动元件呢 先休息一下稍后来了解